政策隨時會變 但移民終生大事 就算心急 都要看定點線 Jeff Lam 林月 是前東聰區議員 當年被指同愛港力FriendEy 搞過中產會 又獲建制派何君堯 和謝偉俊助陣 就算2013年 因為涉嫌偽造文書 騙案揭上庭 也有他們幫助 被質疑與建制派關係非淺 後來追成 被判監一年九個月 換刑兩年後 現在開了台遊大人Facebook Page 都有六萬多粉絲 不過進去大大個Banner 其實是遠銷自己的移民顧問公司 所以記者今個月 去到他們舉辦的移民座談會 不出他們所料 全場包滿 他們還說可以幫客人加入茶飲店和餐廳 做投資移民 成為十二萬港元 還說分期付款都行 不過賴小姐跟我們說 大約三年前 找這間顧問公司搞移民時 明明已經說了 自己有職業治療師牌和中醫牌 但他們當時沒有跟我說 原來我可以專業移民 不停地遊說我 做一個投資移民 當時Jeff還要我 打算把我的六百萬 注資到他酒店 但我不想 不想用太多錢在投資移民 因為自己銀筋又不是多 我又不懂酒店業生意 所以我就拒絕了 賴小姐給了六萬港元 臨月做顧問費 但對方根本什麼都不懂 收了錢就什麼都不理 賴小姐靠著自己一手一腳 成功拿到台灣身份證 不過她發現 原來很多人都被Jeff哄了 因為我在這裡認識了一個醫生 他都是用這個專業移民過來的 已經拿了身份證 才知道我自己是被人騙 而且發覺她是無牌的 在這裡發覺她 在台灣是沒有這個專業移民的牌照 所以我就知道 而且認識了很多香港人 發覺原來很多人都是被她騙 譬如騙她投資這個酒店業 他們很多都是沒有簽約的 即是講過信誌 投資了在她家酒店裡 然後在她家酒店幫做生意 就做一個投資移民 台灣政府規定 在當地成立移民公司 要經台灣移民署登記和審批資格 包括聘請三個考刀牌的移民專業人員 放150至250萬台拜保證金在政府 而且公司創辦人要沒有案底等等 但是臨月有案底 已經沒有資格搞移民公司了 我們查過 就只找她在台灣註冊成立 享樂觀光產業有限公司 營業登記項目包括一般投資 食品雜貨 但並不包括移民服務業 因為Jeff很後期才拿到飯店的牌子 所以別人不是因為她的酒店 拿到一個身份證 因為當初她沒有做生意 所以她就這樣 再靠自己在這裡再另外做生意 然後才拿到一個身份證 但是問題是 叫你付錢她 她又不肯 然後便一直僵著這件事 一直僵著沒有任何進展 大小姐說 至少有7至8個家庭受騙 剛安涉及金額高達過百萬港元 眼見有人試過追訴 追到臨月反面 一元都拿不回來 加上臨月經常說自己認識很多人 有苦主怕被報復 不敢出聲 不過都有掌握證據的苦主 在台灣在臨月名下的享樂公司 單案還在審 因為現在香港水深火熱 很多人都很想移民 還有我發覺現在香港的人想移民 是直接好像曼桃園那樣 只要有些人去接觸他們 他們已經是藥石亂頭 所以我不想再多香港人受害 臨月星期二就跟我們記者說 所謂苦主指控不實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幾間 持牌代理合作 但我又會覺得他們自己 相傳不到就不代表我們無組 那方不方便透露 是跟哪幾間移民公司合作 這個不方便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對手 都無所不容奇蹟的 有台灣律師就說 按臨月同苦主表面情況來看 可能刑事上涉及欺詐罪 和民事上涉及侵權行為 不過還要看案情 在香港還是台灣發生 才知道可不可以在台灣依法追逃 除律師說 台灣移民署網頁那裏 有齊已註冊的合法移民公司名單 建議選擇光顧之前 上去看一看 以免中伏